好那接下来我们示范一下说要怎么去加这个iDiagram 在我们原始的这个spice code里面 那我们在这边有两行code 各位看到这没有反白 那下面这行code大家都不要去动 就是让它保持固定 然后主要要修改的话 就是当你把codecode进来之后呢 你主要是要修改上面这iWIS 那iWIS请设定成说你的资料宽度的两倍 比如说在这边 假如说你发现说你的一个资料 它的长度是0.4ns 就是一笔资料它是400ps 就是2.5gbps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你就要把你的iWIS设定成两倍的资料宽度 因为一倍是0.4n 所以两倍是0.8n 那设定完这样子的code之后呢 你就会做执行模拟 模拟完之后呢 那假如说我现在我去打开它这个看iDiagrant的一个视窗 就是我们开iWave 那这时候呢 你在点选这个选项要拉波形的时候 你会在下面看到一个多一个parameter 这个parameter是因为说你在跑这个 这一行code这两行code的时候 它才会多出来 要不然平时你跑完是不会有这个parameter这个选项的 那所以说在这边你可以看到的是你在最上层这边 我点parameter 然后这边有个tie2 你只要看到tie2就代表说你这边你已经顺利的执行完这个要看iDiagrant的这个这个指定 这边有个tie2 假如说没有这个东西出来的话代表说你就那个spice code是没有成功执行的 那在这边点下去之后你就按apply apply 把它X就变成这个tie2 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去点选说你所想要看的这个程式码 你要看的这个节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点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OK 那现在这样子iDiagrant就跑出来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它的周期就是整个iDiagrant从左边到最右边它是0.8n也就800psec 那在这个case呢因为我们是刚好是整个资料周期是只有800p 也就0.8n 所以说你就看到一个转态点 那一般而言像这样子的射程800p应该会假设说它的资料宽度应该是400p左右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这个交叉的部分 那在这个iDiagrant 假如说我们要去看这个所谓的jitter 那这时候呢就要请各位同学用这个放大放大的指令把这个波形做放大 然后接下来呢去点选这个点对点 点对点 然后在这边 我从左边点一下拉拉拉拉拉到右边 好停下来 那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啊 Delta X就是我们时间上面从左边到最右边的距离也就是它的timing jitter 那还有就是说在使用这个iDiagrant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你每次在开iDiagrant之前的请你一定要按右键按右键在这个看波形的视窗里面按右键然后确保说 一开始我们一般我们在还没有这边在正常状况 你再开iDiagrant的时候呢 他 他这个整个波形都会是以continuous continuous mode 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把它设成所谓的monotonic plot 你必须把这个东西点选进去之后 点选之后你才能看iDiagrant 否则这时候呢这个整个你在开图过程中你会发现说你的那个尺度会非常的严重 那甚至会导致说这整个开波形的软体它整个呈现像当机一样的状态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说各位你在点选这个波形之前请你一定要确认说你已经先执行了一个所谓monotonic plot 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把这个视窗我再重新打我再呼叫一个视窗出来 然后你按点右键 然后monotonic plot 点下去 然后接下来呢再去找 这个iDiagrant的这个参数设定把它设成X轴 然后呢再点选你所要看的波形 那这样才能顺利的把它打开来 要不然的话你再按一下你少了刚刚那个步骤 所以你再打开一瞬间你会发现说整个电脑好像要呈现像当机一样的状态 那也许它有可能会真的就当机 所以这部分要请大家注意一下